如果我剛才談過早產兒孩的體重過輕的 初生體重過低 就是體重太輕的 或者你兄弟姐妹裡頭有一個有問題的另外一個小朋友 就應該要特別的跟小兒科醫生要提出來 要特別的注意 然後就是說有的時候有些小兒科醫生 如果對於這個方面是沒有專長的時候 你家裡尤其是有這個high risk 我剛講的這些variable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找對這方面比較有專長的醫生來value一下 現在我們談一下治療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現在呢 也許我後面時代也會談到的就是說 我們大部分對於自閉症群的時候 大家要知道就是說 現在沒有任何的藥物和治療的方法 可以讓你完全治癒 但是我們現在有藥物可以對於嚴重症狀很有效的控制 然後呢 我們呢 非藥物的方法呢 可以讓你一些症狀呢 有很大的改進 這樣子 那麼呢 基本上呢就是用那個behavior modification 我們這個修正治療法 或者是cognitive behavior 然後呢 大概就是說如果呢 小孩呢他在speech有問題的話 學校方面也要提供 如果學校方面不提供的話 你家長自己要去找這些方面的 然後還有就是vocational 如果呢 自閉症群的小孩呢 他有的是會那個 身體的發展 就是說他那個 就是說 手的控制啊 這些方面啊 身體的那個平衡啊 或什麼這些方面呢 他會有一些困難 這些都是可以訓練的 然後呢就是 我剛才談到就是 就是藥物治療的時候 我們藥物治療大部分 就是對於那個 發脾氣很厲害 暴力行為 注意力不集中這些 然後呢 就是說 後來的話 他如果是有一些 情趣也受到影響的時候 這些都是有藥物可以幫助 對於學癮患者 除了專家的治療之外呢 就是說 家長必須要了解 就是說 自閉症群的這個治療呢 絕對不是一個醫生呢 讓自己可以呢 就是通通包下來的 這個呢 主要呢就是說呢 要學校 家長跟醫生 通通要 就是說 work together 這是一個 團體的 等於是一個庭一樣的 來治療方式呢 才會有這個 很大的 那個效率的 好 那麼現在呢 我談一下 就是說 我剛才說過了 就是說 在那個三歲之前的時候 就是我們呢 可以呢 對於自閉症 我們已經可以 非常的正確的診斷了 然後呢 對於一個 Ascler Disorder 稍微晚一點 大概五六歲的時候 診斷 通常是這樣 然後那個 自閉症的患者的話 就是說 另外也就是說 家長要知道就是說 不是每個孩子 他的症狀 都說都是一樣的 每個小孩 其實症狀是有點不一樣的 然後 如果呢 兩歲的時候 語言方面 還是有很大的問題的時候 就必須要 進行自閉症的這個 評估 然後我剛剛談到的話 就是這個 下面一項 然後 對 最後一項呢 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大家要知道 症狀症的這個問題呢 是需要一個長期性的治療 那很多呢 我們的小孩呢 我通通跟家長講 是這樣就是說 只要你的孩子 還願意繼續來見心理醫生 你呢 希望他能夠繼續見 因為他們這種問題不能跟知 他到更大的時候 他會有不同的困擾 譬如說我隨便講 到了大學的時候 他的社交的環境 又跟這個高中初衷 是不是蠻不同的 那還有一些 Dating的這些 他們如果願意 有一個人他可以 Consult 就是說 我現在什麼什麼困擾 我不知道應該 怎麼怎麼做這些 他只要願意去 找心理醫生談一下 所以他們呢 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幫助 因為他們常常 判斷力不太好 就是 他對一個事情 理解了以後 理解了有點錯誤 然後做了一些 很奇怪的 不好 對他其實 有的時候是很 有傷害的一些決定 所以這個 就是持續性的治療 是很重要的 好 那麼呢 下面我 就是說 台下就是說 自閉政群 希望就是把人家長 能夠了解 這個 在美國的這個環境當中 均衡發展是非常的重要 不是呢 只有課業的發展 你的 在其他社會 什麼 communication 這些方面的這個發展 如果是有困擾的 你呢 其實孩子呢 他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說 stress 然後對他自己各方面 我講的這些 就是說他會 情緒會有問題 因為沒有人要跟他交朋友 對不對 自信心什麼這些都連帶的 都會有 然後如果他情緒受到 有問題的時候 他的動機呢 這些方面呢 就是沒有 motivation 有的時候會影響到 全面性的發展 如果呢 這些呢 在小朋友的時候 他治療的時候 不要以為說 他變成大人就會好 大人的時候其實 就會有更多的其他工作方面 家庭 婚姻什麼 就是說 parenting這些呢 也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呢 就是說 希望大家呢 把藉心理醫生呢 看成正常化 就像呢 你某些專科醫生 你要去看一樣的 你的小朋友 如果這些方面 有困難的話 就是必須要找專家醫生呢 來幫助 好 那現在 如果有問題的請提出來 請提出來 OK 你講的這個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一個 就是說 這方面的小朋友 他們對於team 是非常注重的 就是呢 他做事情 他一定要怎麼做 什麼東西一定要怎麼放 要先怎麼樣 再怎麼樣 這個 對於呢 這個就是說 治療症群的孩子來 這個是他們非常堅持的 然後我們今天 因為沒有時間 我本來要秀一個影片 就是說 你如果擾亂他 或關照他的意思 來做這個方面的時候 有時候會鬧的很像話 就是會鬧的很大很大的 然後呢 另外跟這個有一點點關係的 也就是說 治癖症群的另外一個 共存的問題 是那個OCD 就是強迫症 治癖症群當中 比例有這個強迫症 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們那一種裡頭 有一種那種強迫的這種的 在裡面呢 是非常平常的 就是Os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強迫症的意思就是說 那他會有一些 強迫性的想法 強迫性的一些行為 就是屬於強迫症 比如說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有些人會 強迫症的想要 就是檢查那個 有關的沒有 窗關的沒有 無關的沒有 一直檢查 還有那種是 大家比較熟悉戒癖 就是不能做這個 你有人來過過以後 這個不得了這些 就是潔癖 或是一直洗手 比較classical的 就是常常洗手這些 反而他們會有些 怪怪的一些行為 像青少年有些時候 就是說比如說 我們有一個病人 他是去學校走路的過程 每一個電線 他一定要碰一下 碰一下今天就是 不能放學這樣子 那沒有以後 弄了一個叫回頭 再開始的再弄 所以到學校 要很久的時間 才能到得到學校 或是有的人 有一個配選人他開車 對不對 他開車的時候 他怕的是什麼呢 怕他壓到小動物 壓到什麼東西 所以他老是害怕 所以開過去 他覺得好像壓到 不行我一定要下來看起來 就把車停下來 走回去 就是看路上 有沒有壓到任何的東西 對不對 就這樣 所以這個一直重複 所以上班的時間 就來不及了 對 有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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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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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 適合 小孩 適合 對 你說 語言 第一個 語言 其實在跟小柯克 這個方面來講的話 真的是一個最容易看到的地方 就在說話的時候 他不能說話 或者是非常的困難 有很大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大的指標 所以 speech 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 就是說 其實應該要 要 evaluate 它 有個自理症 是不是造成它的 當然也有人 只有 speech 的問題 可是你應該要做 那個 evaluation make sure 你不是這個方面的問題 不是 speech 有 speech 的一個 evaluation 對 對 對 就是官場 但是說有些是不要 或者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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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沒有到那個地步 現在就是說 除非你參加 research 當然是就有造 當然現在 research 裡面做照明 image brand image 這是它主要的 research 方法 對不對 可是我講的是一般 就是說你去見小兒科的 這種方面來講 或者是小兒科看了 可能有問題 到我們這邊來 evaluation 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主要是要觀察它的行為 對吧 那它應該會有的能力 那些東西 會不會 不會 這樣子的意思 好 然後呢 另外的就是說 我們會問家長 是那麼小的小朋友 我們主要是問家長 你的小孩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你跟他說話 他看不看 如果你一直的什麼什麼 就是反正我們有各種的 你沒允許的那個項目 那家長呢 就可以被打 就是說 有還是沒有 然後你那個 如果 可能小孩都不行的話 就是 有問題這樣子 好不好 在這個問題上 有沒有推NECO 或者是你有NECO的這種 經濟運動 不行 沒有 現在還沒有發展到 現在沒有發展到 希望是能夠發展到 我覺得 不曉得是因為灣區的 這個華人的 這個Demography 的Background的關係 我覺得 常在朋友群中間談 可以聽得到說 過鄉交流官 我們跟每個人身上 可能都有一點點 有時候我們有一點 解癖 有一點 或是做什麼事情 一定要有一定的乳境 或者 就是說 都有點這種 到底 小孩子到什麼地步啊 是超過波動 我們覺得一定要去矯正他的 還是說 我就比如說 小孩子小時候要有一定的乳境 這個在 在兒童教育上 也是有個階段 他們喜歡乳境 大部分小孩都喜歡 那 或者說 有個小孩 就是 剛剛所提到說 可以判斷說 可能是有立場的 可是一般人 因為我們一般人 假如質問的話 可能都有一點點 有時候有一點這個樣子 有一點點那樣 我跟妳講 是這樣 結果說 妳只要在有那種情況的時候 譬如說 妳講那個Routine 是沒有錯 小朋友呢 都會有一些這些的 但是 當妳Routine被破壞掉的時候 就是說今天 像我們本來要秀的一個影片 它那個遊樂場 結果呢 它遊樂場還轉的那個壞掉 就是一種Unspect的情況 那就不能做了這個Ride 對不對 那個小孩就開始發飆 哇 就大個大叫 那簡直不行了 世界過日子已經到了 像那種意思 對不對 那一般的孩子呢 他不會到那麼厲害 譬如說 或者是經常性 對不對 妳有多frequent 不是一年來一次 可能OK吧 對不對 就是說比如說小孩 經常性的 妳任何一件事情 對頭了 就 唉那好 大家沒有過日子的時候 這種的時候呢 妳最好去還是應該要 跟專家看一下比較好一點 那像我們大人 先生 我已經過了 可是妳現在我 我就覺得 我是看那個在介紹 介紹今天的這個 TOM的時候 妳提到的 其實我們這個很有感覺 就是彎曲那麼多MG 還有 或者不要講觀點體驗 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都是當初 由學生來的這個Background 很多都是當時 當時念書念的順利 也就是說 我們可能在小時候 在我們那個 聯考的制度下面 我們都有一點點 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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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d of pee 你知道嗎 讀書念對自己有個要求 就是p 所以我覺得我們後面 都有一個 有個基因的拓寒 很接近這些現象 那有 譬如說跟人家合作做事情 譬如說 你已經都先計畫好了 應該怎麼做 很康復才去做 準備好 這過去小時候就是這樣 讓你去讀好 那你現在來到這邊 你就發現 欸 人家打斷 就有點像這樣 你打斷就 很不能去work 對不對 那這種東西 在大人的話 有什麼方法可以 可以 adjust 讓我們說 生活更 normalize一點 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 你 好的好的 你的問題就是說 我剛剛講了很多症狀 你覺得大人也有 應該要怎麼樣調適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本身 或者你家裡面的人 你覺得有我剛剛講的一些 這些症狀 有的時候 要考慮來看一下醫生 因為我們移民家庭 父母的這個generation 就是說 有這個問題 而在亞洲國家 沒有人知道 你有這個問題的很多 對不對 因為是小孩那些 老師讓他來的 所以我們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這些方面困擾的時候 你覺得有很多的症狀的時候 應該來看一下 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來講 就是說